佛法改写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 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恩师慈父 卢君洪台长 感恩有这个分享的机会 祈求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我今天为了学习观世音菩萨 救度众生 献身说法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希望我的分享能广结善缘 广度有缘 两年前春节的一天 我家高朋满座 满桌佳肴 大家沉浸在浓浓的节日喜庆中 推杯换盏 欢声笑语不断 谁能知 一场灾难已悄然进身 我爱人掌除后略显疲惫 坐落其中 稀听朋友们聊天 有五分钟左右一言不发 始终保持着一个身体姿势和面部表情 我问她是不是累了 没有回应 我走过去揉了揉她的肩 想扶她起身 那一刻才发觉 我爱人右侧肢体自然下垂 已毫无感知 大家当下慌了 在医生朋友的指导下 直接开车紧急送往医院 医生从脑部CT中看出 我爱人颅内大量出血 生命垂危 必须马上手术 当爱人被推进手术时候 我的脑子近乎空白又高度集中 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想着医生话里的种种可能 却又觉得什么都不想 处在极度恐惧和无助当中 在医院路上 我第一时间联系了我的干妈 我干妈学习心灵法门多年 一直在度化我 现在想来 她是用尽各种妙法 希望我能早日学佛念经 无奈当时的我身陷职场 疲于业绩和酒桌之间 面对干妈的良苦用心 总是以一个忙子 轻松地辜负了她 但在爱人的性命攸关时 我第一时间向干妈求助 是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让我在危难关头 抓住了救命稻草 干妈知道情况后 马上联系了师兄们 几十位素昧平生的师兄 在晚上十一点 开始为我爱人助念 一直坚持到第二天凌晨三点 手术结束 那份无私大爱 让我每每想起 都能感动的落泪 感恩师兄们的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第二天一早 我干妈联系了身边的师兄 帮忙第二天就大放生 一万条鱼 并告知 我大劫来临 马上运用心灵法门的四大法宝 许愿 念经 放生 学习白话佛法 我当下能够运用的 只有许愿和放生 马上去做 刻不容缓 一定要与死神赛跑 安排完第二天的大放生的事 心里默默祈求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我的爱人 能够转为为安 然而 愿望再次被现实击溃 医生从术后的CT 发现我爱人的脑部 还有多个初学点 如果不能止血 命悬一线 死神随时都能带走我的爱人 生命之多停留三到四天 但是如果进行第二次手术 死神可能更快速地带走我的爱人 或者活着 其最好的结果是植物人 也许终生不醒 医生的话中明显地表露出 没有必要做第二次手术 一个接一个的晴天霹雳 我来不及思考更多 我问医生 不做第二次手术的结果只有一个 做第二次手术的结果有两个 经过和爱人的两个哥哥商量 我们当即决定再次手术 在爱人第二次进入手术室后 得到师兄指点 我在手术室门口许下 一 众生不杀生 众生吃全素 将一半功德转给我爱人 求观世音菩萨慈悲 留下爱人的生命 我愿意学佛念经 偿还自己的业债 等我爱人康复后 一定度他学佛念经 还债消业 一定以亲身经历 献身说法 广结善缘 广度有缘 二 第一次大放生 一万元以上 一年内为爱人放生 五万条鱼 两次手术后 医生给出 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只有三分 是最低分 我被告知 爱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七天内是关键 熬不过就随时会走人 无常 就是这么残酷 落到无声 却能击溃 任何一个家庭的幸福 两年前的春节 是一个雨的季节 天天 庞陀大雨 我连续三天 为爱人大放生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 天天 菜场就刀下雨 能救多少 就救多少 十三天内 放生三万多条鱼 在这里 特别感恩我的干妈 和其他几位师兄 每天冒着大雨 陪我一起放生 给予了我 莫大的鼓励 我不再无助和恐惧 我相信 真的有菩萨在 这些师兄们 不就是人间菩萨吗 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保佑和帮助 我的爱人 我的爱人一定有救 我的内心生出一股力量 深深感受到佛法的慈悲 和佛情的无私大爱 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台长 感恩无私帮助的师兄们 经历了爱人一次又一次 从生命边缘被拽回来的险情 真可谓生死时速 漫长的两周 我爱人从最第三分 默默上升到七分 达到了转院康复标准 第十四天 我爱人平安转到了康复医院 开始康复治疗 打破了医生的 生命只有三四天的断言 创造了第一个医学奇迹 后来我才知道 在我爱人手术第二天 师兄们自发为我爱人烧送 约一百张小房子 并先后结缘给我 三百多张小房子 几十位师兄连续为我爱人 住念很长时间 第十天 师兄们帮我家里设立了佛台 每当我疲惫地回到家 看到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悲悯的目光 心里就充满无限的力量和希望 慈悲就是力量 大爱才能无疆 正是师兄们的无私大爱 佛菩萨的慈悲庇佑 我爱人才一次次 挣脱死神的束缚 坚强地活了下来 学佛后慢慢明白 人一辈子都是受着业力的牵引 这种种突如其来的变故 原来就是业障爆发 因果报应 真实不虚 丝毫不爽 后来在白花佛法学到 还债有两种方式 一种用肉体偿还 另一种学佛念经 用经文组合小房子 偿还和多做功德消除业障 肉体偿还 饱受苦难不说 这辈子还不完 下辈子接着还 而学佛念经只要坚持 可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 我很庆幸自己在第一时间 选择了用学佛念经 十三天内学会了所有经文 每天再忙再累 都坚持为自己 为爱人念功课 念小房子 持续放生 从开始 在爱人病床前 读诵白花佛法 到现在坚持每周 参加白花佛法 网络共修 一路走来真正做到 尊师重道 坚持不懈 佛菩萨一定会 救度那些 自己愿意帮助自己的人 一个多月后 我爱人苏醒了 击破了医生 植物人的预言 创造了第二个 医学奇迹 十二个小时内 两次开炉大手术 在医学上并不多见 我们很不幸中招了 在后面的康复中 我们了解到 手术最伤及的 是我爱人 语言中枢神经 医生的判断 非常肯定就是 失语 无法站立 这意味着 我爱人将在病床上 或论语上 度过余生 将生活在 无声的世界里 当康复治疗的 第九个月的某一天 我和以往一样 站在爱人床前 和他说话 他居然清晰地 喊出了我的姓名 我瞬间 泪流满面 医生施语的判断 再次被否决了 又一个奇迹诞生 现在他说话 越来越多 越来越清晰 会哼歌 会方言 会普通话 会英语 肢体康复 从慢慢站立起来了 到现在 能够在医生的协助下 和简单摻扶下 小步慢慢行走了 都不记得 这是第几个 将不可能 成为可能了 这是第几个奇迹了 感恩佛法无边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经过这次劫难 深知 人生无常 明白了世间的真谛 就是苦空无常 只有深信因果 遵循因果 我们才能真正地走上 解脱之道 当我明白了这些 在爱人康复治疗 第四个月的时候 我辞去了上师公司高管的职位 放弃了高仇心 高强度 高压力的工作 以便更好地学佛修心 和照顾爱人 菩萨 菩萨总是那么慈悲 为我关闭了一扇窗 却为我开了另一扇门 在辞职后不到一周 一份新的工作 主动找上我 就是现在的单位 不仅离家近 离医院也近 还不用应酬 上班时间相对宽松 工作照顾念经三不五 感恩观世音菩萨 为我做了最好的安排 学佛真好 改写了我一家人的命运 随着学佛的日久 在和儿子的沟通中 能和儿子平心静气地交流 并帮助儿子 适当念经和放生 儿子从原先的比较叛逆 成为了现在老师眼中 非常棒的独立男生 专业课成绩也从原先 班级倒数第十名 一跃到了班级前十名 我倔强的老母亲 也开始念经了 大脾气也平和了许多 从家人朋友担心 我吃素营养不够 到现在都是我身体和精神 比以前好多了 更帅更年轻了 还经常有朋友 亲人 同事 来咨询一些 博学吃素的问题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让我能够广结 更多的善缘 我愿意学习师兄们的 慈悲大爱 并为之传递 看到身边很多的苦难中 挣扎的众生 很多时候 即使告诉了他 佛法的奥妙无穷 常常因不幸而放弃 只能叹息 我总结了一下 能够有今天的结果 首先是我对佛法 对师父的深信不疑 其次是我能快速许愿 快速执行 真正做到信愿行 有时候 虽然有些不明白 但都是先执行 慢慢地就明白了 其中的道理 虽然我们遇到了 差点家破人亡的劫难 但是我们是幸运的 因为遇到了 伟大的心灵法门 从此 命运不再糊涂过 如果没有遇到 心灵法门 如果没有遇到 恩师慈父 如果没有遇到 心灵法门的师兄们 我的人生 不知是何种境地 这场灾难 与我自身 何尝不是一种 涅槃重生 塞翁师马 焉知非福 现在的我 每天工作 念经 随缘度众 非常充实 在以后的人生中 我将和我的爱人一起 学佛念经 还债 宵夜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献身说法 广结善缘 广度有缘 跟随师父 跟随师兄们 弘扬佛法 普度众生 我的分享完毕 分享中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恳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恳请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 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 批评指正 我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背 感恩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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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